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來看 今天台北股市受到台海緊張情勢影響 中場跌74點 使用在14702點 純交量1954億 那今天盤是怎麼做解析呢 我們現場為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是永泉國際投顧 蔡慶龍分析師 蔡老師好 全國投票 大家午安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瓜哥 我趕快問你先請教蔡慶龍分析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中國開始要在台海的周圍 開始軍事演習 要試射飛彈 它今天射了嗎 還沒有 對不對 但你看看今天台股的盤中跌了200多點了 尾盤有沒有拉高 變小跌74點 你所看到的是盤中大家普遍信心不足 今天早盤下殺過程 買股票的人比較少 但是中場以後就不一樣了喔 有沒有積極的成績買盤 否則尾盤怎麼會變小跌74點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盤中雖然假跌破月線 但是很容易就翻上去的 支撐就是支撐啦 連續三天測試月線的支撐 當然是買點 這次台股啊 受到這次的非經濟利空影響 被壓抑了三天 它很快會還給你 而且是一個大行情 整個台股的架構跟當時候7月19號 美國股市盜雄一模一樣 當時候盜雄啊 剛站上月線嘛 那回撤月線這根長黑 翻養助長的盜雄 它還會再漲 月線啊 中期均線啊 它會把它拉上去的 所以整個盜雄這一根黑黑棒 打下來要不要買 你有操作美國股票的 你有看我節目的幸福啊 有沒有上去 上去又一根黑黑棒 打下來 我說量下沒有失控的盜雄 還會再漲 講完之後呢 就從這個位置呢 這三天又大漲將近一千點啊 過前高指日可待啊 這要看回不回的一個盜雄啊 所以當昨天 盜雄一根黑黑棒殺下來 我們告訴你 小跌而已啊 漲多回檔一天算什麼 我說會過前高啊 所以小跌完之後 你所看的盜雄 大漲416點 有漂亮嗎 我問你 有漂亮嗎 所以台股線階段呢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月線一樣 開始扮揚助長了嘛 否則今天怎麼會收腳指跌 所以利空的壓抑讓台股呢 橫在月線附近 那當然是買點啊 之前的一個盜雄 這根黑黑棒不是買點嗎 有沒有把它拉上去 大盤指數呢 這個月線會不會把整一個 大盤的結構往上拉 你要拭目以待 我最好 提供給你建議是不要用看的 要跟著一起來並肩作戰 所以今天你所看到的 全球股市啊 有沒有 道瓊啊 美國科技股啊 大漲400多點 300多點啊 亞洲呢 南韓有沒有漲 香港有沒有大漲 日清有沒有大漲 大家都在去嘛 只有台股呢 受到對岸 這位拍出兵業影響啊 三天讓你低接啊 那你為什麼不敢低接 看得到未來行情 你就敢採低接模式 看不到未來行情 你就會被表象的利空 掩蔽了你對未來行情的研判 所以欣老師 可以讓你借重的一個價值 就是把兩點半的全部看完 至少我提供給你大盤的看法 會幫助到你對行情未來方向 以及策略人的運用 太重要了 所以聯發科 之前三趟一個操作 134 1234 怎麼達到這樣績效 忠實的觀眾 親愛的會員應該很清楚嘛 上禮拜五 700先賣一趟 賣完之後呢 禮拜二 是不是 受到這一次非經濟利空嘛 中醫院院長 要來台灣參返嘛 對中共 開始 要文攻 武嚇 恫嚇你 叫你們要小心 我是很小心在買股票啊 對不對 當天大盤 盤中跌了318點啊 誰敢買聯巴科 我問你 支持我的觀眾 好 禮拜二 大盤跌了318點的台股 我說我當天都在買股票 我沒有賣股票 當天的一個操作啊 聯巴科誰敢買 大盤跌耶 有利空耶 為什麼敢買 因為我上禮拜五 在他法說 之前先賣一趟嘛 短波段三天就34塊錢了嘛 那七百有賣 六七六 為什麼不可以接 差了24塊錢耶 遇到利空 我的反市場遭做 逢丁買強勢旗遊股啊 當天 聯巴科有漲嗎 尾盤跌11塊錢 683啦 你敢買嘛 我問你 當天台股啊 一根黑鑑棒 測試月線啊 聯巴科都在平盤以下 你敢不敢買 建老師用我的專業實力告訴你 我當天 有低階的動作啊 就在676啊 禮拜三 昨天689 小漲3塊錢 今天聯巴科 684小跌2塊錢啊 有重做嗎 今天台股盤中跌了200多點啊 聯巴科最低680 有跌破我買進的位置 676嗎 也沒有啊 所以指標性的個股 他撐在這邊 讓你跟著後面來走 你就要大膽的 跟我一起並肩作戰 迎接未來即將強壇的一個行情嘛 這很簡單的道理啊 很多人常比喻的一件事情嘛 比喻壓得很很死對不對 當這個壓力打開之後 他就強壇了 就那麼簡單啊 今天台股盤中跌破月線耶 那為什麼會收腳上去 月線翻揚助長啊 它是一個助長的軍線啊 否則道琼怎麼會看回不回 所以台股目前被壓抑得很厲害 它落後美國股市太多了 那是未來你可以看到的行情嘛 道琼既深又廣市場 我都看得那麼精準了 台股這個潛結性市場 你認為會難得倒我嗎 是不是 所以這檔森達科 上禮拜四 152.5 整理完剛突破要買 低軌衛星的基本面的極油股啊 是不是 禮拜五 漲兩塊錢 禮拜連漲三天來到167 三天叫短波段的轉折 自己不要亂追高 我一再提示你買我的股票 踩低階的模式 會比較安全啊 風險有沒有跟著降低 追高接下來的回檔你怎麼辦 還有我禮拜一啊 跟你分析啊 森達科 如果壓回到這個位置要會低階啊 這要預告 我有沒有做執行的動作 嗯 禮拜二有沒有來 按規劃低階啊 對把圖形放大 就是在這個位置嘛 很清楚的一個低階動作 158 收盤163.5啊 那昨天禮拜三 又來到169了 買在167的 人家會解套想賣嘛 你想追169 看圖說故事吧 看圖說故事啊 尾盤殺到159.5啊 高低點差了10塊錢以上啊 要怎麼操作一檔股票 所以短波段的高點 一樣提示你不要去追嘛 其實這些都有價差的動作啊 只是看你對資產怎麼規劃啊 你可以一半波段一半價差不是嗎 所以整個 森達科169 167嘛 很多人都是漲上來的 才知道 金老師介紹的股票很棒 你才有信心買嘛 相對 今天大環房的200多點啊 你敢不敢買股票 還是你跟著市場上一窩蜂 在等待12點的一個軍事演習 看會不會射飛板 對不對 你要閃躲這個利空嘛 是不是 所以行情的一個脈絡有機可循啊 支撐就是支撐啊 連續三天台股守住月線的支撐 接下來 接下來行情可大了 所以森達科昨天還是告訴你 創新高就不要追低階 因為他還會在漲 我說過啊他還會在漲啊 森達科投信跟著我後面買啊 什麼是領先市場 現在觀眾你以為那麼簡單嗎 你以為在禮拜二大盤跌了300多點 連發科採低階模式 那麼容易辦得到嗎 沒有三兩三不敢公開啊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啊 所以森達科 既然還會在漲 你要不要跟我低階 今天的森達科 回到上禮拜四地點153.5啊 當然要低階啊 這還要說嗎 上禮拜四 森達科最低來到幾塊錢 152.5 整理完剛突破要買 昨天169嘛 今天回到153.5啊 差一塊錢耶 還比152.5多了一塊錢耶 當然要低階啊 今天森達科 你買在任何一個家圍都賺錢 因為他的收盤就今天的最高點159.5 今天最低是153.5啊 對你去看分時走勢圖嘛 尾盤是不是來到平盤附近 表現有沒有比大盤強 大盤今天尾盤小跌74塊錢還沒翻紅啊 但是下禮拜就會翻紅 下禮拜就會搶彈 我把未來行情先講給你聽啊 所以對於森達科做低軌衛星最高階技術的一個豪門一波的 這個高門款的低軌衛星的領域 商機很大啊 我講過了嘛 低軌衛星目前剛研發出來的一個通訊設備 繞著地球轉五年的壽命而已啊 五年的壽命啊不是五十年啊 所以他泰盤的需求會很多 所以趁著大盤有利空 你下去逢低承接 你會利於不敗之地 接下來另外一檔叫台聖科 三科連成一線 今天會跟你多介紹一檔靜浩科 四科連成一線 台聖科 矽晶圓的嘛 六月人說新高啊 當作低檔 我說空間會很大 空間二十幾塊錢嘛 你已經看過N變了 7月15號158.5161都可以買 漲上去之後 7月19號再給你一次機會 逢低承接 平排以下的161 再低接台聖科 低接完之後 你看隔天馬上大漲176 最高來到185 161到185叫做24塊錢嘛 我說他要休息他真的會休息啊 對不對 讓我穿一口開 接下來呢 喝了再上嘛 所以185當然是賣點不是買點嘛 就告訴你他要休息的不是嗎 所以整個台聖科呢 休息到禮拜二161送分體 回到當作的一個161的買點嘛 當然要低接 對 是不是 休息完之後來到161 這時候不敢買啊 嗯 那我也沒辦法 可以給你講的一個高低點轉折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嘛 是不是 161是可以買的啊 184是可以賣的啊 不是嗎 所以整個台聖科 回到161送分啊 今天台聖科啊 盤中160嘛 比例161更低耶 當然還是可以買啊 這還用講嗎 就像台股今天假跌破月線啊 尾盤有沒有站上月線 我問你啊 所以差一塊錢的台聖科來到160 還是要買 收盤 163.5啊 是不是 今天買台聖科的 有個人低接的 有錢嗎 去問一下會員啊 所以第四檔 科智貝的金豪科 今天收腳指跌啊 指率高達10%嘛 他已經除息8塊錢了 所以現在股價77.8啊 換算一下 指率超過10% 定存1% 買這種股票 有沒有投資價值 所以今天新勞科 最低來到75.6嘛 收腳指跌 指率又高的一檔基歐股 又回到相對低檔區啊 之前這一波漲了20%嘛 現在回到低檔 我給你建議 很肯定 逢低 站在買幫 這禮拜 在利空還沒有秉足以前 我都採低競的模式 你跟我低接的 下禮拜 你就會掌握到大行情 不曉得如何掌握的 你可以加入青老師LINEA 小組STOKE178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換給婷圈 好 那麼更多操作 要見廣懷局 再請蔡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價值行投資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從禮拜二兩岸關係的緊張 讓台股回撤月線 這當然是買點 對 月線走平啊 開始翻揚助長了 因為扣子在一個低檔 所以接下來他準備往上拉 禮拜二是如此 昨天禮拜三 告訴你還是買點 今天當然還是站在買方 所以整個台股的一個結構 從禮拜二到今天 甚至明天 我都會接 在利空沒有秉足以前 我採低競的模式 我就是這樣做股票 利空當然是找買點 難道要去找賣點找空點嗎 不然全倒邊做股票 你贏我會輸啊 是不是 所以台股目前在這個位置很低啊 有利空啊 讓他暫時沒辦法坦而已啊 你看一下當時候道瓊 這根黑街棒 測試月線支撐嘛 回測月線支撐嘛 要不要慢 有沒有扶搖之上 有沒有往上走高 所以台股比照辦理 接下來往上走 就是那麼乾淨俐落 我沒有再跟你模擬兩可啊 所以這幾天買股票 買股票就對了啦 東哥 第一趟的操作183 到209 26塊錢 209賣完之後 跟你預告買點你家 記得吧 我們做執行的動作 下來191結尾差了18塊錢 往上走高 有沒有賣 是不是賣在209 兩趟的一個操作 都選擇站在賣方 209 44塊錢 你以為很簡單嗎 懂沒有 你以為這樣的操作模式 很簡單嗎 同一檔股票 兩趟 我盡心盡力啊 在目前的行情啊 當然有波段 盡量賺波段 尤其這個利空壓抑 出來的一個效果 應該非常具有波段的機會 之前一個東哥啊 對 因為209有賣嘛 所以拉上去 209再賣一趟嘛 所以兩趟的操作 44塊錢耶 不錯吧 每一趟的成本 大概花你不到190萬嘛 買個十張啊 大概190萬啊 四幾萬的一個利潤 創造出來一個效果 所以整個東哥啊 解封概念股嘛 對 今天解封概念股票 包括我等一下要講的 長榮航嘛 對岸的 拍出逼 說要試射飛彈 是不是會影響航班 影響航班 所以對這種解封概念股票 你認為是買點還是賣點 所以整個東哥遊艇 今天189結尾啊 你209跟我賣的 今天差了20塊錢 踩低進的模式 來對時對價 9點39分 東哥189附近接 39分188 你對時對價 不是188 就是189 做接尾的動作 利空少買點 這是我這禮拜的一個策略 到明天為止 還是不會改變 所以整個東哥 今天189有機會 有沒有拉高到197 有沒有現買現賺 不是利空嗎 大環環環環跌了200多點 你跟我買東哥的 有沒有賺錢 你跟我買長榮航空的 有沒有賺錢 所以整個操作 我還希望童妙 跟上我金星 所謂的一個專業實力 所給予會的口訊 不管是買點還是賣點 兩趟的操作 209的賣點 以及如何低接的位置 你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你跟著來動作 這個技巧就是屬於你的 不要像這個 賴A的這位成員 請問東哥還有解嗎 他套在213 他套在213 我兩趟的賣點 209 賺了四十幾塊錢 那213為什麼不賣 我在賣你在追 我在低接 你不要跟我說你要殺低 這樣真的不好 比米港幣一股票 低進高出 我們創造的是 四十幾塊的一個利潤 包括今天又多了好幾塊嘛 你自己操作呢 你又犯了蘇家常常的一個毛病嘛 哪個毛病 應該不用我多加的贅述了吧 長老航解封概念股票嘛 對 被彈要打過來嘛 對 台海的四周 他想要打哪邊就打哪邊喔 嗯 目前來看 航班 受到干擾跟影響啊 利空的買點 利空的買點了 股價利空殺到相對低檔 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進場 這趟長老航 我們之前做了幾趟啊 9點44分 長老航來到相對低檔 30以下買進買回 當作股價在29.9 平盤以下買啊 大環間跌了200多點啊 該介入的股票就是要介入 尾盤有沒有翻紅啊 買在低檔不是很快樂嗎 買在低檔不是很幸福嗎 什麼是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利空底下找賣點嗎 我給你買進了一個訊號 夠不夠明確 我們老師會員可信 來跟你們對時對價 明天的個股該怎麼低接的 你想跟上的不要客氣 你還有一天遇到這個利空 還讓台股壓抑的低點 讓你上車 下禮拜沒有這個利空了啊 他就要衝了 所以今天明天很多檔股票 難得啊 壓了三天啊 你有三天的機會 連同明天第四天 元泰電子主的 電子標籤的 營收年增長率高達81% 這道叫月線 回測月線的買點 要不要買 9點46分的元泰 基本面的分析 技術面的分析 夠不夠清楚 我們在帶給會的抗訊 會帶到基本面 帶到技術面 買賣有依據 你跟我的操作 合作無間 享受是一個低風險 絕對的正報酬 184附近買 46分就在184 你去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成交 很好買啦 買在184 買完之後呢 188 有沒有現買現賺 不是有利空嗎 大丸今天不是低了 200多點嗎 買嗎 還是賣呢 我給你的策略很清楚 沒有再跟你囉嗦 做股票 如果三星兩億 猶豫不齊 對你的操作 風險就提高嘛 要得到三個 要得到三個 不是親工 要有專業實力 當你的靠山 你就知道個股 來到什麼相對低檔 是可以進場的 來到什麼相對高檔 是要出場的 舉例啊 該出場的 華府嘛 728號要賣嘛 長不動要賣嘛 有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問啊 怎麼辦 疊下來怎麼辦 沒有跟著賣的 你今天就不用殺低了啦 這樣夠不夠清楚 來 漢磊 底部 有沒有帶你進場 89.5 當天不僅89.5買 92.6直接加碼 同一檔股票 進了兩筆單 兩個族群 加碼 所以7月9號 回到92.6以下 迫不及待告訴會員 再低接啊 隔天20號 幾乎快亮燈了 第一波段17% 是不是 所以整個漢磊的架構 整理來到月線 這當然是買點啊 月線是不是支撐 不管是大盤 還是相關個股 只要來到支撐 你就要大膽的 逢低承接啊 這是一個難得低接的位置嘛 是 這邊買完之後 上去17%嘛 來這邊震盪整理 這不是月線的一個買點嗎 對 91.1要不要賣 今天和你一樣 收最高95啊 隨便買隨便賺 這一檔中美金 之前告訴你 都要逢低承接 包括禮拜二 兩岸緊張的利空 137 低接碼 收盤138 昨天禮拜三 還是138 低風型的操作啊 逢低承接碼 今天一個中美金呢 收盤139 沒有跌 代表他未來要上漲 未來陽景 不曉得如何操作了 歡迎你加入龍家俊的行列 從明明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時對價 把節目時間交換給婷君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享 提醒觀眾朋友 來本公司 所推介分析 製作表達證券 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判斷 全身評估 並且支付投資風險 可以預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4 Canyon 4 Canyon 4 Solutions 1